罗斯古诗文宋读千百年 欢迎来到罗斯古诗文 一座城一个人 苏氏与杭州 苏氏人生之动荡 有数据为证 从1071年调任杭州到去世 据不完全统计 二十年间 苏氏大概在十六个州县工作过 平均1.2年换个居住地 而苏氏公干过的这些地方中 有一座城不能不提 那就是杭州 1071年 苏氏身陷幻海恶斗 得罪了新党 调任杭州通判 苏氏对杭州一见钟情 前生我已到杭州 到处常如到旧游 早在离京之时 苏哲就劝苏氏 没事别瞎写诗得罪人 怕哥哥不长记性 他还特意写诗提醒 西湖虽好 莫吟诗 可是 面对湖光山色 苏氏怎么忍得住 在杭州的三年 他花了大把时间 游西湖为西湖写诗 两次任职 他为西湖写了453首诗 花样夸西湖 当然最出名的还是那首 《欲把西湖比西紫》 但装浓抹总相宜 时至今日 这首诗依然是西湖的招牌 到了密州之后 苏氏仍对西湖念念不忘 一岁率长 四五梦至西湖上 此代世俗所谓 前缘者 终于在1089年 苏氏任龙图阁学士 知杭州和西湖再续前缘 这一次还是因为 身陷幻海恶斗 不过这次得罪的是旧党 而此时的杭州 也需要苏氏 这一年 杭州东春水落 再遇大旱 到了第二年 暴雨成灾 前唐两岸汪洋一片 洪水过后 瘟疫流行 物价飞涨 苏氏拿出修官舍的钱 百米震灾 又反复向朝廷求救 朝廷拨米减负 稳定了物价 正因为苏氏的努力 遇到这样严重灾害的杭州 无一人饿死 同时为应战瘟疫 苏氏还自掏50两黄金 加上公费 创办了杭州第一家病房 救治贫病 经过这次水灾 苏氏决定要输郡西湖 那时的西湖不是5A景区 而是杭州城5A水源地 为百姓和农田提供水源 但苏氏发现 西湖一半已经淤塞 得到朝廷允许后 苏氏拆毁湖中丝洼的凤田 全湖深洼 苏氏不仅能干实事 还有创造力 他把挖出来的淤泥 筑成了一条长堤 后人称其为苏堤 他又在湖水最深处 即经湖心亭一带 建了石塔三座 禁止这个范围内 养领藕 淤浅湖底 这三座石塔 后来成了三坛应月 之后 他把一些区域承包给民众 让他们种莲藕 西湖又多了一道 映日荷花别样红 可以说 没有苏氏 就没有西湖的浩渺烟波 而杭州也抱之以礼 与杭州相遇的五年 是苏氏漂泊人生中 最快乐温暖的日子 修六井 抗洪灾 苏西湖 苏氏实现了自己 国泰民安的政治理想 亦在前堂岁 请好君帝昆 食于冰雪中 笑语做春温 在杭州 苏氏遇到了志同道合 能诗词唱和的同事 这与他是多么难得的情谊 而复数的杭州 又让吃货苏氏 何等满足 更别提西湖了 如林语堂所言 西湖的诗情画意 非苏东坡的诗丝 不足以其其妙 苏东坡的诗丝 非与西湖的诗情画意 不足尽其才 美丽西子湖 深深滋养了苏氏的笔墨 九百多年后的今天 杭州的东坡路 学士路 东坡大剧院等 都是对这位老市长的怀念 苏迪 三坛映月 阁岭 六一泉 冷泉亭 等景点也处处藏着 苏东坡的气质 而在大麦岭 夏天竺 龙井 韬光安和龙华寺 他都曾留下的 到此一游的印记 现存的仅有大麦岭提课 居航姬五岁 自一本航人 短短五年 一座城 一个人 彼此不辜负 苏氏喜欢杭州 自认杭州人 而杭州 也将他留下的一切 守护了近千年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儿了 罗斯古诗文 颂读千百年 下节课见